首先呢我们要下载 Zoom 好那么这个 iPhone上面已经下载了 这就是Zoom 打开Zoom 第一个是Sign In 我们可以 这个Create account或者我们用 Google account 如果你有Google account的话 Click 好那么把你的Google看名字 email的地址 什么什么 atgmail.com 这是email 然后passwords呢就是你 拼着那个passwords 那么我要打进去了 好我们Sign In 进来以后呢 他要求是要用你的 email address view email address 那么我们说Allowed 好了 等一下他进来了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可以join a meeting 那一般呢咱们就join a meeting 我会把那个meeting这个号码给你 好 Click join meeting 你把你的名字改一改 上面可以把你名字放上去 然后呢 把那个number打进去 那么因为我已经 有了 用一些号码 好 说join 那么我们要用怎么样呢我们要用 call using internet audio 这个option 好这样就进去了 把这个video关掉以后呢我们看不见了所以这上面图片上是没有那个你自己的这个video或者对面的video的 好我们手碰一下的话呢 手碰一下的话呢 下面option出来了这个video是关掉的啊那么一般情况下我们不需要用video是吧 好那么mute 啊这个是 我们讲话的时候如果说我们mute了 那么当然我们讲的声音对方就听不见了别人听不见了一般我们在不讲话的时候呢 是吧那么最好是mute这样的话就不会有太多的杂音因为我们说话要传到对方或者其他人的这个这个机器里面去 是吧 那我们pull mute啊 如果说你有东西要share的话呢你也可以从这儿去share 再按一下我们看看啊 你可以share很多东西是吧你可以share那个图片你都可以的 都可以的 这都是option 好 那么 这儿呢 就说有几个人participate 再喷一下 喷一下喷一下 pull dissipate 好现在是两人啊 那我们说我们出来 OK 还有more option 那这我们就不管它了 那如果说你要说话的话呢 你要把这一面移过来移到这儿 然后呢 tap to speak click一下 tap一下 然后呢你再说话 那么别人就可以听到了 啊 好 那么有的时候如果说你听见别人在说什么东西的话呢 有可能你这个on啊 关掉了 变成off了 我们要make sure 是on 啊 如果说你不说的话呢 就它自动就 关掉了 好 那么一般来说作为我们这个听众的话呢 我们主要呢就是说 啊 把那个mute关掉它 如果你要说话 我们就移过来 tap一下 去speak 所以这过程非常简单 好 如果说我们结束了或者你要事先离开的话呢 你就可以click leave leave the meeting 好了就结束了 是吧 那么如果说你要想从这个application名logout 那么你要到这儿去了 click你的名字 然后呢你说sign out 好 就从这个application名logout出来了 就这样的简单 enjoy 不错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